原调题 真实的日军拼刺刀有多厉害 寺院出身的八路 被刀阵的虎口发麻 抗日战争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 也是一部中国军民的战争史史 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忐忑飞机 但是却以顽强的必胜信念 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在抗战中 由于武军的装备物资匮乏 经常会寻求白任战的机会 和日军展开肉搏战 不过 即使是在肉搏战中 国军也很难占到便宜 日军的白任战有多强 抗战司令员杨成武曾经说过 三个中国军人 才能拼掉一个日本兵 日军在白任战中的战斗力之所以强 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 装备好 日军的三八大概很长 装上刺刀之后 可达1.8米 而我军用的中正式步枪 只有1.68米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在正面对刺的时候 往往是日军的刀先刀 第二 日军训练时间长 针对刺刀的训练更重视 众所周知 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 之前是经过长时间的军事准备的 对士兵的训练更是如此 而我军却缺乏准备 近战刺刀技术更是没有系统的训练 有日本兵曾经说过 摆着端枪的姿势来拼刺刀 实在是太不专业了 红军对于白刃战的训练 就比当时的国军要好很多 毕竟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 新四军和八路军只能拼白刃战 但是即使是经过加强训练的红军 和日军拼刺刀的时候 依然占不到便宜 抗战八路老兵刘鲁林曾经有过回忆 第一次和鬼子拼刺刀的时候 我一刀刺出 鬼子就把我的刀挡开了 力量之大 震得吻虎口都发麻 我可是从小在少年练武的 那些没有战斗基础的战友们 可能情况会更糟糕 日本兵力气大是不奇怪的 首先是系统的军事训练 第二是营养冲突 相比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红军来说 日军战友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 即使是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之下 我军依然凭借不怕 牺牲的战斗方法 让日军感到恐惧 在和日军的对抗中 红军战士往往是问人同归于进去的 猜对刺的时候不后退 即使被鬼子的刺刀先刺中 也要拼死将刺刀扎入鬼子的心脏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